我要教育教育这个不止天高低厚的小子 天高低厚的小子 高边腿 什么高边腿 我就是要教育他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中国小伙如此大怒 只因这个猖狂的老外 在发布会上不仅吐舌头嘲讽 还用顶头方式嚣张挑衅 中国小伙不予理会 老外则是依旧咄咄逼人 还用脚恶意击打脑袋 工作人员见状强行阻止 中国小伙被彻底激怒 冲上去就想教训他 没想到老外嬉皮笑脸根本不在意 这个嚣张的老外名叫肯扎耶夫 来自于俄罗斯 肯扎耶夫打法凶猛无比 擂台上击败了多名实力汉将 斩获了六连胜的战绩 来华期间击败了两位中国选手后 就变得越来越猖狂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声称要横扫中国拳坛 简直是不知死活 张庆赫也是憋了一肚子祸 势必要让他付出代价 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比赛开始后 张庆赫率先发起攻击 打出前手刺拳试探 肯扎耶夫想用摆拳反击 结果被对手低扫踢迎击 将其打了一个亮枪 张庆赫没有放过他 追上去就是组合重拳抱头 打得老外立马下前抱腿 不料反被张庆赫压倒在地 但地面不是强项的张庆赫 并没有跟对手在地面过多纠缠 而是让肯扎耶夫起身回战力 随着比赛的进行 老外在战力完全不是张庆赫的对手 被重拳打低疯狂逃窜 肯扎耶夫不服于是再次下前抱摔 成功将对手带入地面 但张庆赫在倒地的同时 拿住了老外的断头台把位 趁此机会快速站了起来 但肯扎耶夫的睡觉 功地过于强悍 又将张庆赫放倒在地 还占据了侧位压制 确实是聪明 拿断头马上抱对手的腿 放 现在不大好拿死 因为右手一直在撑对手 漂亮 在双方不断的缠斗之下 张庆赫扭转局势 强势将肯扎耶夫碾压 趁机过腿拿住其成位 随后瞄准脑袋疯狂砸击 疼得老外立马抱住腰部位置 不给对手任何砸击的机会 但此时张庆赫的怒火 已经达到顶峰 强势逃脱对手的控制 继续瞄准脑袋疯狂输出 恨不得将其打死在台上 继续垂击 是吧 躲得不错 你就按住了继续给垂击 在这个位置 对住了之后 连续的击打 连续的垂击 对 这个节奏躲得真好 是啊 这个头的左右的 这个躲闪 此时在张庆赫连续不断的重拳下 老外被打得半死不活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显得非常狼狈 裁判见情况不妙 立马上前终止了比赛 看得台下观众热血沸腾 张庆赫凭借着地面杂拳 狠狠给嚣张的老外上了一课 最后以KO的方式 获得比赛胜利 此战过后 老外估计再也不敢嚣张了 张庆赫好样的 为国争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